目前的新华国家依旧处于疫情延续期间 并且美国的累计确诊人数居高不下 单日确诊人数依旧保持在五位数以及六位数之间 最重要的是 该国国内的民众依旧拒绝佩戴口罩 甚至连疫苗接种工作都没有全面推进 比较意外的是 随着英国举行多场数万人大狂欢之后 该国的疫情也出现了恶化的情况 该国的疫情也出现了恶化的情况 根据媒体报道的消息 英国目前累计确诊人数大约在700多万 并且每日新增人数高达五位数左右 刚开始英国当局并不清楚 为何本国疫情会出现如此严峻的形势 可是经过调查之后 终于找到了疫情恶化的源头 那就是此前进行了多场数万人的大聚会 导致该国疫情确诊人数突然增加 并且当天所有参加聚会的英国民众 大多数拒绝佩戴口罩 最早举行的聚会 便是人数大约在5万名左右的音乐会 当时也没有民众佩戴口罩 此后随着英国为期三天的雷丁音乐节来临之后 大约有10万名英国民众参加了这场音乐会 而且很多英国民众自带帐篷 直接在音乐会的空地上搭起了帐篷 可是随着音乐会结束之后 很多现场参加音乐会的英国民众 直接将羽绒被放在肩膀上带走 至于当时搭建的帐篷 直接被抛弃在原地 因此给清理现场的工作人员造成了巨大的麻烦 根据音乐会保健人员透露的消息 当为期三天的音乐会结束之后 举办成的一种可谓是一片狼藉 除了大量的垃圾之外 还有呈现阳性的新冠检测试制 甚至还有很多奇怪的垃圾 比如肮脏无比的内衣 和各种丢弃的生活用品 可是早在音乐会开始之前 主问方就已经通知 购买该音乐节门票的英国民众 需要接种疫苗之后才允许进入会场 如今看来 检查者似乎并没有认真的检查 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为何英国疫情会突然恶化 甚至是出现了持续恶化的情况 而这两场数万人大狂欢症是始作俑者 虽然有消息称 英国民众接种疫苗之后也会出现感染的情况 因此接种疫苗似乎也无法抵御新冠 但是英国当局却认为 疫苗只能是防患于未然 却无法百分之百杜绝感染 可以说英国目前疫情的持续恶化 是该国民众为自由而付出的代价 如果按照疫情传播速度来看 很有可能这些参加音乐会的英国民众 最终均无法幸免 甚至还有可能会引发该国疫情进一步恶化 毕竟传染速度如此之快 而且很多民众没有接种疫苗 只有可能中了招 届时按照英国目前的医疗水平 或许很难对患者实施有效合理的治疗 因此也就不难理解 为何西方会成为抗疫失败国 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不注重疫苗的接种 而且民众经常聚集 导致西方疫情迟迟无法得到控制 这一切或许要归结于美国 毕竟当初该国发现疫情之后 声称是流行感冒 并没有将其放在心上 因此也让很多西方国家的民众 纷纷效仿美国的做法 将其看作是流行感冒